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ck 很久沒有在拍片 最近工作也有點忙碌 有幾條片要展 還有一些影片要拍 也有一兩星期沒有出過影片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很多時候 剪片時都有一些難題要處理 我這一集 這一條影片呢 就想說一下 我處理其中一個問題 怎樣可以解決呢 好了 那這條影片 就是我之前幫一個機構 就拍一些短片的 那又 他又想拍一個正常可以放在youtube的影片 那之餘呢 他又想再用同一條影片呢 想放在IG story那裏 我們youtube的影片呢 通常都是打橫的 那ig的影片呢 就是打直的啦 那如果你想要拍ig的影片呢 很多時候都是動直部機拍 即是打直部機拍 或者裝個L架 啊 用腳架 再方便些呢 就直接用電話打直拍 那今次呢 我就用一部 單反啦 Sony A7S2拍 那我打直 打橫的 好像平時那樣拍 那可以 放在youtube那裏 那另外呢 我就想 留空多一點白位 那又拍歪一點 那可以方便 裁在 裁在中間 打直的位置 來放在IG story那裏 但是呢 這條片呢 其中有一個鏡子呢 我就拍得不夠歪 那我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那我示範給大家看 那這裏有一條片呢 那就是 設了100格萬動作的 那這裏首先有一點 好像不是很水平那樣 那我先拍一下水平 先拍一下水平 那這裏 設定 大一點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知道我想加多一個 這條片呢 我們放在 youtube那裏 那裏 那另外我想做多一個 私訊呢 就是 IG story那裏 那裏 那裏 那這個私訊 IG story 那裏 那把我設定 這整二指定 那來照一個 IG story打直 那時候的畫面 接下來我設定 720 720 720 所以那我設定 他高度是1280 比例都是9比16 其他設定就可以了 再把剛好那條影片 去回IG story的sequence Copy 這一個畫面 就太大了 我要縮小回去 縮小回去 去到這個位置 再移過去 再大一點 再移過去 等手不要出鏡子 大家會發現上和下 都有點空白的位置 出不小的 拍得不夠歪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拍得歪多一點 可以補回天和地 這個可以怎樣解決呢 這個如果複雜一點的方法 就可以 把這條影片 其中一個畫面 COP 去回Frosoft 填這些空白位置 如果一個更快的方法 可以用上次介紹的 8個小貼士的技巧 其中一個技巧 按住Option 向上拉 首先我填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最開頭的 這條影片 下面這個 V1這個 我就想填上面這個位置 向上拉 還是不夠的 我再向上 再拉多一條 再拉多一條 這邊呢 就 我再向上拉 填上面的 空白位置 還有一點點邊位 再拉高一點點 這幾條片呢 就是 天 那我再 再 這裡 我再打 sky 這些位置 就是天 補回天 另外 我就想補回地下 草地 我再 按 option 按鈕 向下拉 關 剛剛複製的那條 然後向下拉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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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些印的 然後 看到 不是太自然 就可以 按回 剛剛複製的位置 可以左右移動 移動 移動 一些自然的位置 大概這裡 下面這個也可以移動 按 自然一點 這裡再 更近一點 然後再更近一點 讓草地自然一點 這裡再 再 再 按 按 按 草地 打 關 這裡 就可以 填回 很快速的填回 上 這個雖然是一個 很快的方法 但不是一個 完美的方法 如果大家 真的想補救的話 就可以 按回 其中一格 可以回 Fallsoft 整理一下 這些位置 好 今天的講解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按LIKE我 訂閱我這個頻道 好 謝謝 下次見 請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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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